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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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说我长得像余众 然后这两个是你最香的呀 问题是 行吧 你换个眼镜你cosplay完哨真的一样 大家看开心就好 这样我cosplay余众 然后给全网网民道歉好不好 余众现在受了还可以吗 不是我就给大家道歉 就是说我太嚣张了 我以后低调做人了 可讨压你 我真的很讨厌他 其实不是的 可能不是特别欣赏他 我突然怕他 对他可能不会发现我 他会发律师喊的那种人 你小心 他可能不会发现我 但如果他发现我 他可能会整我 你就火了呀 他 我不想这么火 你跟大狼谁更接近十八 十八 我觉得是我 我没量过 我觉得是我 你有那么 十八是什么概念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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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如何看待阴阳链 就是HIV的阴性跟阳性的量 如何看待 我就正常看待 那怎么看待 就正常 因为如果你是感染者的话 你定期服药的话 你的那个 就是一个指标 就是是很稳定很低的 就不具有传染性 对对对 所以说你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那你正常人 那谈恋爱就 就就谈恋爱吗 所以说就就正常啊 怎么看待 有没有护工 怎么决定的谁做工呢 就看谁想做就做 对有过 就看谁啊 对啊 看你今天 嗯 状态 想在某一个领域 有所建树 对 你就去做就好了 没有那种像什么 石头剪的过去中 嗯 那太剧情 主任对今后的生活 有些怎样的规划呢 就今后就是计划 我爸妈这边 他们来成都 然后我们一起住 然后就在一起生活 对 如何在中国 走出一条独特的彩虹之路 这是什么问题啊 如何在中国走出 我再读一遍 你得写篇论文了 走出一条独特的彩虹之路 这是一个课题 这个我好好研究研究回答你 主任的多大 十六七 看我的手 他们说手 他们说手 手的大小跟那个有关系 是不是 我不 我只没研究过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听说你们要想要代孕 以后打算怎么和孩子 解释你们的关系 孩子和你们俩 怎么面对孩子的 学校的老师同学 尤其是孩子 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 而且到现在还没答案 就称呼这个问题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叫 称呼 我觉得一个 我想的是一个叫老爸 一个叫爹 一个叫爸 一个叫爹 人家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就 知其自然 就正常告诉他 对 就告诉他 就不需要你去隐藏 我告诉你 你越是隐藏 你骗他 你说啊 那个你是 你有妈吧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他都这么觉得 等到有一天他长大 你突然告诉他 不是这样 他才接受不了 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 就告诉他 就是他认为这很正常 是一个阿姨帮助我们 然后有的你 然后是我们两个的 但是呢 主要就是他在学校里面 面对老师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看 这个老师是什么情况 跟老师要处好关系 有些老师呢 你一看他没法沟通的 那你就是一种方案 如果这老师 你一聊 你觉得可以沟通 还有一个 我是想说 尽量送孩子去 那个 私立学校 如何避免 在垃圾桶里 找垃圾的情况 什么意思 就是圈子不是很好 他的意思就是在那个 在全是渣男 选渣男 我告诉你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过 怎么样可以降低 你去碰到渣男的概率 就是不要太被动 你自己主动一点 因为你如果被动的话 你去谈恋 全靠别人追 那什么样的人 就是会疯狂追别人 就是渣男 他是广洒网 见谁他都去追 反正谁上钩了 他就跟谁在一起 当然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主动的 他不一定就是渣男 但是很多的渣男 就是很主动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 把遇到渣男的概率 降低一点 就是你自己 稍微主动一点 如果你看到一个男生 觉得或者女生 你觉得他不错 各方面你都很喜欢 就是自己变成渣男 你自己 你可以主动去追求太阳 是不是 国外代孕 大概有多少钱 要怎么落户 怎么操作 国内的这些代孕 可靠吗 好像不止一个问题 主任大郎 准备什么追求孩子 我们两个是 本来是计划 2020年就去 那个 去国外去做 但结果碰到疫情 没法出去 然后孩子怎么落户 这个事 就是可以落户 然后国内 国内代孕不行 国内代孕是违法的 大家千万不要在国内做 之前就有粉丝 跟我说 他在国内的一个机构 然后交了定金 结果这个机构 后来就被查了 被查封以后 然后现在就所有人都没有了 然后他交了十几万 就是拿不回来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 就是申诉 因为他本来的这个 就是不合法 同时他也不敢去报警 因为他怕暴露 自己的一些隐私 最近一次 为爱鼓掌 是什么时候 上周 今天周几 今天是周三 今天周三 上周五 对 是不是 上周五 我们就是每周 我们都非常稳定 每周的每周一次这样 但时间不是很固定 这周几 这是周五 这周明天是跨年 明天跨年 周五 明天跨年不行 那就是周五 这周也是周五 我们是每周五哦 大郎和主任在一起 黑修的时候 工方会不会拍对方屁股 然后叫爸爸之类的 好像有过吗 我好像不常见 不经常这样 但是应该是有过的 你对于开放关系 出轨 约炮等的看法 和价值取向是什么 开放式关系 目前我俩还不是开放式关系 我不太 我对这个事呢 我觉得 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很怕 就是你 我觉得这是一种玩火 就是我很怕你 来了第三个人以后 然后 不一样的感觉 感觉就变 对 你身体倒是无所谓 我怕感情上面 有变好 那个精神上面 你喜欢上对方什么的 这个我真的就觉得 还挺危险的 男男真的有真爱吗 是什么问题 这肯定有啊 怎么会没有 都是人吗 人就都有真爱 全胶看起来好痛 为什么 为什么那些人会喜欢 这个我也不懂 那个人喜欢 我SM方面 就跟有的人 就跟有的人喜欢 那个鞋跟袜子一样 我也不太懂 但是反正就是他喜欢 对 这我也不太懂 这是个人心理学方面的问题 主任和大佬未来有什么规划 未来打算在成都发展 发展吗 面对日益增长的年纪 主任会感到忧虑吗 如何应对 会啊 我们两个现在就觉得 就是在成都呀 然后 本来自己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还想做一些副业 现在还在考虑 是吧 对 之前有考虑说去做 因为我还蛮喜欢 买衣服的 所以说又想说 给大家 推荐一些 我自己觉得好看的衣服 但就是一直 迟迟还没有行动起来 面对日益增长的年纪 主任感到忧虑吗 我28岁的时候 就开始忧虑 就觉得我的天哪 我20岁马上要结束 马上这个三字头 马上就30了 太可怕了 然后就是 我觉得28岁的时候 是一个忧虑的顶峰 后来就29岁 然后就逐渐就是自暴自细 放弃了 这个东西 年龄你怎么办 你没有办法 拦不住 然后现在就是今年32岁 可能跟已经谈恋爱了 有关系 所以说没有那么忧虑 如果我现在要是单身的话 我绝对忧虑 我肯定会很忧虑 因为你知道在这个 在这个 你30多岁就是 20多岁的就完全不考虑你 如果你想找跟你同龄的 很多优秀的同龄的人 已经谈恋爱了 有非常稳定的感情了 所以说就很难 有一些 他可能就有别的选择了 如何应对 就是 这怎么应对 时间你怎么应对 自己调节一下心理吧 因为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 这个年龄 他本身自己的魅力 不用太纠结 小龙原宝是20多岁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20多岁的话 我建议你 趁20多岁的时候 赶紧找个对象 不要再总玩玩玩了 你到30多岁 你找不到对象 后悔吧你 一直想问主任 用你的雷达帮我看看 四字滴底是不是弯的 不是 这个问题你问着了 我告诉你 我以前就觉得他是 我以前就觉得 他们三个里 就是那个TFBOYS 他们三个里 就只有他是 我以前觉得 结果我发现 他现在越来越直 越来越直 我觉得他不是 我现在觉得他不是 他是我很少看走眼的一个 我看人是很准 你可以分享 你的list吗 是怎么样 现在要直接跟大家说 我觉得谁谁谁谁是 谁可以专门做一期 我跟你讲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我跟你说 我真的看人很准 就我只有在两个明星上面 我就是 彷徨了 走眼了 看走眼了 一个是 就是一样千玺 还有一个是谁 大家猜一猜 还有一个是 就是鼓励大家发点弹幕 大家猜一猜 另外一个 我猜错的人是谁 一个男明星 最后结尾的时候揭晓 三个字 然后 然后他的名字末尾是 风 山峰的风 怎么可能 山峰的风 然后那个 王峰 三个字 山峰的风 然后现在已经结婚了 大家猜是哪个人 他身最后结尾 名字是风吗 是啊 是啊 对对对 大家猜是哪个男明星 好了 他也是我看走眼 我以前觉得他是 结果他居然结婚了 因为我觉得他太像了 我们现在就揭晓谜底 冯绍峰 我以前一直觉得他是 结果他居然结婚了 好了好了 行吧 平时都是谁哄谁 我俩是 没有特别哄吧 哄还是要哄啊 生气了之后 肯定有一方要哄 我觉得我们俩都没有特别说那种哄 我觉得就是给台阶 给台阶 就比如说两个人吵架都在冷战 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是突然间假装什么事都没有 然后就说 说点别的 或者接下来要干啥 然后第二个人就是顺着台阶 就是顺着这个情绪 然后就正常说下去 就好了 我觉得这就算哄了 就真的就是那种 那种哄 出现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少 好吧 而且你想想 如果总让你去哄 总让你去哄 总让你去哄 总让你有一天 你也受不了是吧 是